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当然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把的对决 来自了Bajar和Alpha这两个队伍目前在其实名字上来说都不到特别的亮眼 而来到了这全新11.14的一个版本 其实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这种队伍间的一个meta理解 那其实在Bajar的话 昨天其实又拿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阵容 说起来他们在下路拿了一个酷奇 然后打野拿了一个关 中路是赛特 上路是依瑞 就是一个极其变化的一个阵型 但遗憾是最终是被跳绳制裁 打的是马吉 马吉打赢后他们的后勤人员在这个ProKen 就是他们这个视讯上面直接跳起了自己的跳绳 在获胜的同时也是倡导着运动的重要性 那这里Bajar算是被跳绳制裁 不知道在今天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当然在今天这个辅助 依旧是恩索 这也是在Bajar今年下期才最大的一个改变 看起来在配合的时间确实 打野转辅助想先问一下老三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自己个人转到辅助 你觉得在打野上面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问题不大 你觉得打野转辅助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辅助要做的东西 其实跟打野蛮像的 就是除了对线 就先撇开对线不管 你要做的其实还是游走 在现在的英雄柠檬版本 然后再也是开团 游走开团做视野 打野也是就跟辅助差不多 性质差不多 但是辅助多了一个对线吧 但是对线是有天分的人 其实是练很快的 那就是看恩索到底有没有天分 在另外一边来到了 Aerfa Esports 这里的上路三立 打野的K宝中的小土 下半部的这个Aerfa 小安以及Shane 那说起来的话 目前的Aerfa 我可以感到他们变好了 就他们的这个表现 甚至在这个top play的时候 小安也拿到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亚非利欧 全杀的一个画面 那波我看了 很秀 是真的秀吧 不是说有手就行 玩得很好 判断得很好啦 是愿意往前走 就是往前往后走 可能就是不同排位的选择 对对对 那这里的话 小安是做到了一个强杀的这个能力 那当然的话 就是要看一下后续的比赛 因为其实整体来说 Aerfa的这个对线 中野上期也是大家比较在讨论的一个空间 0.9 那来看一下 KDA0.9 三立 这比较惨一点 这没办法 这个队伍排名靠后的时候 KDA是真的没办法好看 对 而且三立被针对的资助其实是偏多的 因为好几把 就他如果想要拿头 就他想要增加这个KDA的时候 通常我就看到他那个船长拿那个鳄鱼 前期这个特别秀发育都很好 那下半部已经打了一团粥了 一团乱了 就他发育脚之后 发育到一半的时候 队友不等他 对团战已经差不多就结束 然后整个比赛也已经大局底定了 所以才让他就有机会增加KDA的时候 没办法 那没机会的时候被针对就死得很惨 就导致KDA变成这种状况 那当然就看一下三立在今天能不能来到1 那另外一边的话就是阿智 这也是目前Bajar的一个最初大腿 但来到新版本之后 就不能用魔斗之后 因为阿智最强的就是摩托凯撒 那这个版本跟最近都不能玩的情况下 其实他这种上路法师的角色就变少后 他其实玩起来就没有到这么的有宰致 那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对决 这里先被那个雷兹来自Bajaya 看Alpha对上Bajaya 有没有跟前面的队伍一样 要针对的是敏智的柔翼去做针对 那欧拉夫 这里打野位的针对 在这里比较重一点 而且都是以物理的角色为主 再一个造星 哇今天大家打野都别想玩 要来拼一下打野的角色池 其实造星还是挺强的 那这个在目前的META的话 AOFA第三ban通常会是一个关嘛 那在Bajaya的话就看一下 要怎么去做针对 这ban色雷西或是看他们吧 针对性 色雷西确实是个好选择喔 看起来Bajaya是可以去考虑 是布朗姆 反而是ban那个布朗姆 他是自己要抢咯 那看起来像是也没有要抢色雷西啊 看起来就是想全部冲进去的阵 哎呦要往前 阿希格斯 关 关来了 李鑫也还在 是 这里是二则一的时间点 留给了Bajaya来去做考虑 最后是 李鑫大于关吗 还是伊瑞无敌 11.4 伊瑞无敌我选 伊瑞对线有点太弱了 我觉得因为只有在紫色方能比较有机会选到 是 就作为一个Counter Peak 因为他现在改成对面前期对线实在是有点烂 对要发育了 那等级要拉起来 确实要再看一下 只要拿下李鑫放掉的关 而在Alpha的话 直接来了吧 这里的亚非利欧色雷西 哦 没考虑 没问题啊 就这个组合还是很强的 所以他等一下可以拿个熊其实也不差 三选啊 选什么我觉得都行 就 哦 他觉得你不 他觉得对面也不会拿 他也不拿 非常熊 对面 对面不拿的理由是什么 对面一定要做一个很充牌的体系 因为色雷西感觉配什么组合都可以 对面不拿的理由 我感觉他这里可以直接抢手 右边就可能要变成一个刘娜 就可能 所以他没有一个好的AD吗 是 没有不拿的理由真的 直接抢了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熊 我觉得这是一种赌注吗 他去赌你 不会拿 这种赌法 其实是不是有危险 还有一种可能是当Alpha的 如果熊在被选择 那他没有打野好玩 有呢 有可能哦 说不定有可能哦 这里 Alpha 最后是 以下路 还是以中野为主 最后这个BP就是选择了中野 这样子的话是 那我们没主问题 中野组合 亚伯利二就是需要一个中野 强势一点的组合 来保障他前期的弱势 是 但现在辅助没得佩勞 没了布朗姆 也没了色雷西 没事啊 还有很多可以选 雷欧娜娜 D 瑞空 三支 就搞一个这个打线组合 对 反正前面 有熊加勒布朗下路 就至少能在塔加发育 不会被 不会随便被逮 看起来是不会被推的 看下Bergia 这就要看发育起来 到底谁厉害了 到底是关厉害 还是亚非利欧厉害的 是 在目前来说 EU法奇都挺相信小安的亚非利欧的 嗯 那在Bergia这里的话 其实辅助会 开始不给舒服的空间了 呆瓜头 这个头 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 也是这个头吗 对好像也是这个头 是 突然想起来 那他那个时候 你看到他是 嘎头猫前呢 还是 嘎头猫后了 嘎头猫后了 就剪成这样 对没错 那当然 也是他习惯了吧 那在EU法 是一个坦肯奇 哇现在 是坦肯奇 最近看好像都是上路 大家都跑去 早去直接钻远去了 嗯 辅助位其实少了点啊 哎呀 他很肯奇啊 全新的辅助 全新滋味 那在Bergia这 看起来是上 上路 也有可能 错位英雄 他看起来上路好像蛮好打关的 带个点燃的话 是 也不用带 其实也不用带闪现嘛 他本身这个 本身的W位移 你看李兴跟关 来Gank 他这个位 往后一钻就走了 对 你踢我 我还是往后一钻 对 六级后才有点风险 是 压力并不是给的很多 那这里 是有可能再给一个辅助的 比皮的 那这里就看EU法 最后的坦肯奇摇摆吧 嗯 看起来就是 真的是辅助 最后还是回去 那这样的安全性 确实 也是六的以后的 但是这样子 这样坦肯奇前面 不会太烂了 就打到摄影器 好像是这种组 是被完全的推陷 那感觉就是打野来他就要死 就这个坦肯奇 对啊 打野来这个坦肯奇就要死 哇 那这个对线的话 没了这个辅助 直接被 算是4ban吧 摄影器都被抢的情况下 EU法这个阵型的下半部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 BP选完 这边就要看一下 老三对于这个阵容 你觉得哪边 我觉得整体阵容 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左边 是 就左边的 就是 比较明确知道怎么玩 是 那我感觉也是左边 我觉得OP角比较多 对 确实 你这样讲也对 没错 这里还有中路的counter 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坦肯奇辅助 我一个大问好了 现在这个坦克吗 我觉得 他打摄影器看起来就是 那个线一过半 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你知道吗 他就一直被白点 他就 他也不能钻出去 所以他基本上只能点两招 要么他舔人 要么他护盾 其他就没有用 被勾什么 然后打你来 没了 没了 而且通常我们在对上摄影器的角色的时候 也不太会选坦肯奇 真的就是 你就算吞走 他还是可以飞过去 对啊 然后刷你嘛 买一送一嘛 就两个一起走 就这种状况下 其实是有风险 而且以前 摄影器加法洛斯 就是很康的 坦肯奇加一支 尤其是在坦肯奇OP的时候 是那时候可能配一些 比较后期的 你知道什么 你就多多联手 只要先起手绑到 你坦肯奇吞 那那你也没了 对大家一起走 这一勾下去啊 下路的双人组一起回家 对 这个坦肯奇最后 是 剩下的宝牌角 剩下的就没了嘛 不得不选的情况下 拿着这一支 因为蓝斧去对上摄影器 跟法洛斯这个组合器 看起来也是挺有风险 最后是只能拿一个 可以保牌的硬斧 在目前的角色 梅勒布朗姆 跟瑟雷希 可以接受瑞空啦 瑞空现在在下部发育 还是不错的 也可以去打团 这样子 也是有选择权可以 但当然这里为了 确保小安 的这个安全性 会战 确实 如果能撑到会战 那一定行 赌命了这里 能撑到会战的话 这坦肯奇是很棒的抗争 那这里就是跟刚刚的利亚本 其实不太一样 利亚本就需要的是一个 前期的这个对线 要打赢 但刚刚那场没打赢 这里的ELFA是什么 对线没打赢没关系 但团战的撑到就可以 但是做了一个 就可能都是现在的难兄难弟 他做的是不同的事情 那就看一下这场的ELFA 对线就除了这个上路吧 最后截棋打关 看起来不错 那打野好像熊也可以做一些 ELFA的这里 可以做一些针对 那其他路线看起来 基本是没得完 就是以中上为主 所以看一下ELFA的中上 能不能帮助一下自己 下半部前期 看起来就是都要打 看哪边先打出破口 这把就是上中下都能打 是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选择圈 看打野怎么选 是 但整体来说 嗯 应该说熊那边会占一点优势 因为勒布朗打Binnu的对线 虽然说 Binnu是Counter勒布朗的 但是实际上来说 我自己觉得 勒布朗在对线上还是有优势的 就是说还是可以对线 就你每波踩上去 那个Binnu都要 都会一定 一定要交技能 怎么讲 他都会很怕打野 因为他一定要跟你换血 你每波踩上来 他不跟你做交流 那他对不了线 但是他跟你做交流 就很容易被被牵线 然后熊一个拍 然后他可能就被技能接到死了 尤其是他带的 如果是列地 他第一波只要先跟你交流过了 那第二波再踏上来 他列地的CD 那他死定了 哎呦 所以这场是什么 中路间的狠狠交流 哎呦要看一下 要如何去做交流之前呢 然后等一下选手们 这个调整的状态 确实 这最后一把了 虽然不是说 整个夏天的最后一把 整个夏天最后一把 有点太残忍 这第一轮的最后一把 第一轮的最后一把 至少好彩头带到第二轮嘛 虽然这第二轮 还是状态 小安那个脸 看起来就是 赶快打完放假 哈哈哈 OK啦 哎呦 这里还可以打 哈哈 我想放假 哎呀不好说呀 这个亚非力要挺努力的呀 对不对 激起他的那个斗自愈了 哇要不然 这以前他个人 这种状况其实 应该是蛮能驾轻就熟的吧 这种就危险时刻的这种 危险时刻吗 对那是可以啦 对对 我们小安平常还是 哎呦 扶老太太过马路 关键时刻 那个暴击还是会暴的 你知道吗 现在这暴击很难 抽到100 英雄联盟现在也是很吃运气的 是 现在是要需要暴击 尤其是AD 就是去年那个决赛啊 那个 我记得很清楚啊 UNIFI打那个 柴犬啊 他们在那个下路 按上对点 各点三下 那个UNIFI是爆两枪啊 那个小柴犬是一枪都没爆 那个暴率 那个暴率是一样的 哎呦 就是有人有爆 有人没爆 这个会爆的赢 不会爆的输 没错 答案是很明显 那对AD来说 现在就真的 好吧也是 时时刻刻的 可能真的 浮到来才过马路啊 可能捐个发票啊 可能打漏钱先 栽戒沐浴 对 休息一下啊 眼离 世事的这个纷纷扰扰啊 那是很重要的 好吧那 当然目前我们看到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阿兹后面的电脑 或是恩索后面的电脑 已经开始了 开始啦 剪刀手 第三只眼 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准备要来迎接一下 今天的第三场 也是要结束我这个上半轮的一个赛事了 就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谁可以笑着离开 当然对于不加来说 其实下半场还有赛事的 这里要看一下能不能准备 又有这个脸 啊 难道我们是什么 又是这个脸 纳喊赛区 所有人都是这个脸 你有吗 有就是兄弟 有就是兄弟 有就不打你 你没有啊 没有啊 我很伤心 你有没有这个招 你没有吗 我刚刚是一个对话 刚刚是他 我先问他有没有 K宝看起来是 看起来不是自己人 对 看起来先不理你啊 我就是另外一个 小柴犬哭哭 继续跳啊 这里前期的路也 估计是没什么打算 原来是来跳体操的 我以为是来打比赛的 对 运动很重要啊 昨天这展现了一个 跳绳的重要性 最近这虽然大家不能出门 在家里还是有些 运动可以做的呀 也是 这个对身体的一个保持 还是很重要的 最近这奥运都开始了嘛 对不对 奥运动 没说 这我们这下午还在看 这个雨球又赢了 太强了 不得了 这球后非常厉害 来看一下中路 好的 水线 索链 舒服 这个换血 血虐啊 是 这换血是舒服的 是 这看起来 一等点 索链就很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很像是两等W 然后这个熊三滩 就从右边来拍你了 前面先压个血量 已经是有这个斩杀的机会了 就是这里一开始 Alpha 考虑的很好 外边 阿拉西 赶紧吃 吃的速度 这个吃也是很细节 拍两个 好好的这个拉住 这以前其实都没有 渐渐的大家就是 越来越这个节省了 这个时间 省下来 毕竟最近时间代 时间管理大师 也是越来越多了 真的 大家要好好学习 每半年每一年会出一个 特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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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会管理的 对 有时候就是想 我自己 我的人生怎么的 怎么 时间跟人家好像不太一样 对 别人好像都有48小时 我只有24 别人一天做我两天 好像是我在做梦的时候 他好像也还醒着 对 很忙的那种 厉害 我觉得真的 大家要学习一下 现在这个打野 也真的就是一个时间的竞赛 没错 都要 很需要时间 没错 你速度啊 这里看又是拉了一下 但能拉好吗 过来再一个拍 没有 先去一下也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没错 这细节很好 之前去年也有这个 理心的打野时间比拼 是 对 这个时间现在就是一直在加速 好 下半步棋很惨 我只能说 这个看起来是 但是 打野转辅助还是有点伤 是 这个辅助的血量 其实画面一直没带到 但 其实很难想象 他会被搞成这样子 他 呃 对线失误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对线的换血失误 反正走太前面了嘛 因为你要 他每波想上去勾的时候 就都没勾到 然后反而是 把位子 铺路出来了 让他吃了太多 太多的poke 是 哇那这样子自己 一开始辅助头是爆裂 打野过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刷野顺序就是很基本的 现在基本上理心不会全吃啊 就是五摊把重击给和蟹这样是最快的 那对面的熊呢 他没去吃上的和蟹 熊是可以选择全吃的 因为熊刷野其实前面还是挺快的 是但他绕了一圈了 他去下路才发现和蟹是别人家的了 直接走过来给你看 因为前面理心自己开嘛 他以为理心是下开往上 是 哇结果 就下去的时候和蟹没有多绕了一段路 那对面也抓了一个时间看到了 那这个下半步现在真的没人救了 不加呀 如果这个组合还是能想要拿优势的话 这时间要赶紧压了 被死也给看到 这里也被死也给看到 哎呀又空了 大家不断在对看啊 这场是看谁先眨眼 在比这个打野位置 很会射诶小安 哦呦 难道我们安哥 时间管理学徒 他那个亚非利欧 我说亚非利欧啊 他就是花时间训练啊 亚非利欧 这是什么 有好几把枪要练啊 练起来一定很强的 哎呀这一天可惜了 但兵线反推 左边反而是先行的辅助被打回家 那这样子 第一轮其实说起来算是过得挺快乐的 水瓶亚非利欧也没喝几个 没错 是过得很好 有法这个组合一开始 是完美啊 上半步的话是压制 小难受小难受 杰西其实对线还蛮好打一关的 压力给他足够 尤其是重点还是因为这个理心是往下刷的 是 完了给到了这个文家必须阿芝自己玩 这个第二轮 奇怪 要看一下了 服也的联动先行回家的文家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K棒 走过来看到李欣赶紧Q进来要跑 但其实后面人也敢来了 钓个鱼 也不太敢打 因为这边自己家的AD慢了 是 看了一眼 重点就是这个龙不要轻易给出去 大家都有想要 看到一个坦肯齐了 他开这个坦肯齐吗 坐车要准备刷下来 看开能开出吗 有这样打的人 他有闪现他溜了 还想上去抓 但第三组的伤害够吗 盾开起来 我准备反点熊还来了 直接闪拍 坦肯齐一直舔一直舔 一直舔 有个球果交闪现溜了 但乐布朗现在来了 小组这边是慢了一点 但他还是有机会杀到 毕竟是六等 锁链牵到 六等要双锁链吗 再一个锁链 打Q进来爆开 还有三下 哇 没得点了 这一波的话 虽然比加尔进攻失败 但Elfa人数其实是不够的 这个团战最后 本来是要死人的吗 看起来就是伤害不够了 大家伤害都不够 我看起来是已经尽力了 就是该中的招已经都中了 但是问题就是 有点硬要我自己觉得 你是那个三左吗 对没有没有 是一开始的摄影机的闪攻 有点硬要 他先刷掉人然后再进攻 中栋但治愈架起来 这次的刷破夹剑可以穿透 勾不中啊 勾没中没关系 刷不能再刷空啊 能刷就可以 这刷要是等一下是左右摇摆 那是真的是下一把 哎哟 你说本来要刷太阳你这边 往横着刷 是 直接变得横向 这我看过 这我玩的时候很常做到 我这个辅助确实是不熟练 那这样子当然很重 看起来是挺让人担忧的 没错 当然刷这方面也是有点道理啊 拿下了人头 再一个破甲剑 闪现普攻大绝直接 把小安想回来捡这个资源的欲望 可以直接打消了 安哥这里有点大意了 没有闪 他没有闪 我可以感受到小安的时候 再一点就好 哎呀他不能往前走啊 我还缺一点钱呢 他这波吃兵是没问题啊 问题是乖乖的在后面吃啊 如果走出去就被抓个阵子好了 人说这个泰肯齐给了一次机会 AD也给了一次机会 这就两次了呀 轮流给机会 有大跳过来 只要被留吗 敏智没给大 踢到哪一套 再理性过来 无等 打不出结果啊 帮忙推一波线 感觉敏智刚的W还在CD哦 是 刚定到大绝应该是秒了 看起来是前面是交流过的 是狠狠的交流啊 这边这个熊看起来是 选择比较刷野的路线 前面没什么 没什么在动手 那这样不会很尴尬吗 这个熊打理性本来是占优的 这样子拖拖拖 就还行 就他如果能够刷着刷着 胜利早点出来 还是可以接受啦 那一波打还是会赢的吧 嗯 只是这波 预示者没拿到手 有点可惜我自己觉得 因为本身他熊 6级就比 我自己觉得比理性强一点了 是 前期是刚刚刷的比较多 还来甚至来到7等 没撞起来的话 预示者也是 没办法 因为他的中路先被 先被打一波状态先回家啦 这就是先更中的好处 有做事啊 先往线路上给血量压力 是 这确实也是挺非常细节的一个对阵 先去中路打个状态推线 然后开预示者 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套路啊 在8分钟以后 那这样子的话 K宝反而就空有等级啊 现在没有力量可以做事啊 也不完全是他的问题啊 我个人认为热布朗问题也很大 就是刚那波 就很明显熊是不在的嘛 那你就不要随便跟你交流就好 那这里K宝要抓了往前 熊一直扑一直扑 最终是被一个摸粉眼的阿拉西给跑掉了 那这样K宝是白走了一招啊 哎呀想搞点的事没搞到 是但再一个蹲点要赌命 很明显 这个会走出来的是 这会走出来吗 有点难 对面又没什么事情 要强杀 强杀 没兵线 强杀就过分了吧 热布朗被第三组留下来了 另外一边勾一下勾到 骚扰一下大爵一套被留住 跳不起来吗 跳到一半直接死 我吐了呀 我这里有袋子啊 我这里最近都准备很多呕吐袋 我觉得这是整个就是 没有协调的游戏你知道吗 这在我看起来就是大家都没有 这游戏没在协调的 是 就是当熊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的摊肯旗不可能是直直往后走的 就是你至少要切三角过来接应这个 就是接应他一下 大家互助合作 对 守望相助一下 结果没有 这里要直接钻了 但底线在后面 然后打野不在你又钻上去 好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懂 哎呦 又死了 完了 完了 这里炸了呀炸了呀 这样子玩游戏 玩不下去了 哎呀 就是 先不论这个熊今天做了什么 那他今天就是来 下路想帮你代服吗 是 那他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相对就应该是切 切对面塔下到三角那边 你是个摊肯旗啊 就不会是说哎他被勾就直接死了 就你还能吞 然后这波乐部长是先到的还有得打 你整体来说你人数还比较多 对面要把你赶走 对面第一时间还是少一个第三组是慢一点点的 是 那 问题是今天 就是把对方压退了嘛 可能那个 K宝去探了一下 对面确实 做得很到位 摄影器直接走了 嗯 那没机会就算了嘛 可是那也不能说哎 没机会你辅助就不管我了 哎呀 就给你直接卖掉 对 哇 那现在这样子下半部的炸啊 其他位置也开始了 李星直接拍地响一套 差不了 可惜了没有一闪 对外边是坦肯齐闪现直接坐车 那边摸影给淘跳 有点到后 闪现跟了一个K宝的闪 直接把阿拉西给急杀 但终于有个TP要来 是关 关来到现场 想正面的开减吗 直接开减 加上了一个大拳 被虚落了 完蛋了 被吞回去了 哎呀 哇 这就是坦肯齐啊 开吞 开吞 这样子直接把人头两颗给拉回来 中路这波 阿拉西这边刚刚看起来是想操作吗 但我现在才发现其他没有大绝 他没大 他现在要转好 那他想多了 他刚好像差一点点 刚刚有大 确实一拍到有绝杀 因为他Q到了 是 年轻人啊 小龙呢 哇 这里的吃小龙其实有点危险的 拿到了小龙 但好像大家不能退 想坐车走他已经死了 熊往上跳 想跟亚非第二怪有个CC 这里的小安枪是一个缓速枪 小安 没办法 除他这两把枪 所以可以600块拿到了 这两把枪有点坑啊 他是一个缓速枪加红刀 这样这波团战很难继续打 哇 哎呀那这样子的话 虽然拿下了小龙 有法是两条龙 但人头是死了非常多 很亏耶 是 因为这波 这个法洛斯这个装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兑现了 他一穿人就会死了 这中两个Q已经对不了线了 没关系 好消息是这个下塔掉了 不用兑现了 哎哟 结束了 结束了 看一下这波 好像 他们吃 有点过分的样子 就他们杀了个李星 但是其他人都还在 而且这波真的要吃 应该是要把小安叫过来 就是四个人拉出来吃 就不会是三个人在龙池里面吃 很遗憾啊 这里 最终 虽然是真的 他们如果是 四个人拉到那个龙口吃 是 如果Alpha的 BJD的下路线包过来的话 他们还可以选择一个就是 不吃这条龙了 去打下面 直接抢开 对对 你法洛斯敢走过来 那也就会杀 但结果是吃到底 而且是在龙里吃 而且是在龙里吃 就没有选择 只有一个了 所以说常常说吃龙要拉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 这细节还是要做稳的 一些小细节东西没做好 其实 连带的东西确实挺多的 为再次的消耗 小兔连续给一个锁链 把敏智的一个衣镜给逼掉了 那这样当然目前看起来很努力的中路 在对线的同时 其他的路线已经要被 K2的法洛斯给射破头了呀 完了 超级法洛斯啊 我现在才发现三粒怎么压那么多啊 哎呦 三粒啊 但就跟前面 ID遮住 我还以为什么Nuke里 哎呦 应该是三粒啊 但很遗憾 这在前面的数据提到的 就是他很肥 没错 线路其他路已经炸了 队友会搞事啊 对 他每次对线有赢 其实影响都不大 这游戏无关我 我太努力 但对线其他线没了 我杀人的速度 赶不上队友送头的速度 对 这里 还是这时候要套用一下 这上路确实嘛 影响力 不好说啊 就不好说 不好说 但这把不行 这把上路影响力 哎呀 没事没事 他这个发育看起来就是 啊 没事没事 看看自己有吃 排掉 坐车走 自己出来 但这一次这个吃没了就没了 要等了 要等很久了 等一下亚非利 感觉活不了 不要越上了 那你被留住了 勾到 不要死光了 想跑直接被破卡键给穿死 哇 这里心 盾回去了 不盾杰棋正上杀他 确实 他如果盾过去 其实是可以拉到塔上 外去打你 因为不是他在扛塔 他有打啊 对啊 没事 年轻的李星 给年轻人多点机会 仁慈的角 不要太苛责 这个塔又拿到了 经济发育起来了 是 下次还有机会的 在另外一边 上路是做完事 那这里下路呢 点刀手 第三者是有TP的 来了 没问题 直接把退手给逼退 这里想追追看 明智 先下下他 先下下他明智 他要直接冲啊 往前打一套 永寒之双自己被暴打 你要确定 虽然说李星快到了啦 到了 永寒之双 李星过来 Q技能踢到 往前跟着上去 拍地往前普攻 R技能超级下伤害 这是什么 Q技能到 能踢吗 没有 善良只脚啊 快死了 踢走 你先走 你别死 大家兄弟一场 兄弟一场 自己人 又是什么 又勾到 进化直接解 知道你没吃 另外一边 技能来 破甲剑 怎么这么痛啊 他的破甲剑一定有喊出来啊 不然不会这么痛啊 哎呦 招式都喊出来 伤害才会高嘛 没错啊 我看很多动画都是这样的 是啊 哎呦 输出就是要靠吼啊 全靠吼 直接来了 直接穿了一个半血 太痛了啦 这个真的是射两件 不用玩 那这中路塔 可能要被破甲剑给直接射穿了 我家啊 并没有急走 人员的集结 选择先去清了一下 线路 这边要再来抓一下阿智啦 阿智看起来要死了耶 这次没有TP救你了呀 阿智 被留在了前面 靠走位吗 有走位吗 有走位吗 一直要扭掉吧 哎 扭掉 还有一个虚弱 但熊来了 不过熊没有到 这里进塔是有风险的 可以可以 活了活了 熊怎么办 熊火了吗 熊看起来要死了 而且这里中路也死了 小安先死了 熊活了 哎呀 熊怎么活了 小安怎么死了 施主这里一定有一个人要与命啊 原来是这样啊 120的小安 这个可能 这个比较不值钱 我们送出去 画面很奇怪很奇怪 画面很乱画面很乱 对很乱啊 终上轮流开打 这队友去杀上怎么走出去了 哇那这样子的话 最终小龙也给了对手 有法这把 又比较可惜了 哎呀 这里本来是一个 其实下半部上是有慢慢撑住的 然后就随着一开始这个被双杀 然后上半部其实是顶先 嘿 杰西本来是赢很多的 但是现在还是持续领先啊 问题不大 这个阿智持续的在被针对啊 他好像走到哪 就有人杀他 对 但杀的速度不知道够不够快了 因为感觉现在是比谁死的快啊 尤法死的好像比较快啊 因为现在尤法一定要避开这个双神线啊 他那一剑过来谁顶得住啊 哎呦两剑装 613 K2 来了 确实 K2也有这么一天吗 K的两倍啊 这HKA辅助还是辅助的K 这也是K2啊 两倍的K啊 然后还是AD位 那是很厉害啊 双倍力量 哇 这里现在Alpha 哇他等下那个 挺不住啊 他等下那个终极魔剑一出来怎么玩 嗯 右边要抓死他我感觉挺困难的 毕竟射雷吸在手 OK 预示者放一下 这边 我前 这边要等 他们有 有在等 对要等敏智过来 这里在下半部的兵线啊 这里在升推 轻的速度很快 哦呦 往前撞一下 哎呀 他们还是没有等到啊 这个配合的不太好 转线 在这里抓到一个熊 熊王六鸟池 三郎池子里 直接跑了 没事 转了转了 熊的大CD是很久的 确实 第三组这边已经二者很大了 这样来了 破甲剑第一发 三分之一血 来齁 K2 还好现在是红刀啊 是 红刀AA就满了 问题不大 没错 现在K2参加了什么 奥运射箭项目 把人当箭在射 当个靶 射到小暗示十分 哎呀 违禁一枪没中 是 另外一边什么 空气手枪项目 哈哈 现在对射 对射 哇 不得了 就看谁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取胜了 最近3D还是K2呢 又中了一箭 又是十分 很准欸 K2 不打奥运太可惜了 哎呀 可惜啦 miss啦 这个0分 哈哈 没事啊 这个中路的鸭子已经做到了U吧 完全动不了 好好玩哦 这样子 只有我射你 你射不了我 哇 这是很快乐的 一个蹲在眼上的 这真的很快乐 对另外一边 下路这边 阿智把发育补上来了 这里蹲在脸上啊 阿智在上方这里也是发育得很好的 但下半边这里的阿拉西是一直被发现的 不断的往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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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 我家 我家目前就除了这个法洛斯特别黑 重整 那路线就还好 对就只能围绕着 可是问题不大 我自己觉得 因为拖下去还是 还是没问题的 这个关等一下肥起来就无敌了 对啊 现在确实被压得很惨 阿智这把打这个杰西啊 对 这Counter也是没有什么关 这个杰西的终极魔剑看起来还很久啊 他在终极魔剑来之前 他的伤害不会得到进化 反而是左边 这个已经叠完的K2 K2已经迎来他的进化石了 直接被逗住了 哎呀3D 拿命点塔了 哇 大意啦 他觉得这波李星不在啊 他刚刚那个动作一看就是他很很自信觉得李星不在 还有闪现要跑的 K2被留在最前面 但没有CC可以跟熊 虽然后面有个TP过来 但大家一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起走 好消息是K2没双刀 闪踩收秒 直接击杀 可以 还有吞 还有吞 吞走 OK 哦呦 小安一直偷偷的在消耗啊 在旁边点 我这里抓了一个机会 K2 大人头给出去 玩的还不错 哦那难道AO法也有戏了 看起来是 本来是拨3D送头 但是队友在他 发现李星在下之后 马上做了一波试 还不错 这里也是尽可能做到交换 对对 本家这里没办法顾这么好受 AO法 现在 虽然是个一三一的亚非利欧啊 但是看出来他还是有个梦想的 K2 现在就一直在他身边 三剑 哦这左边是吧 打错了是三剑 哎呦 巨蛇风雅 这Q到没有在开玩笑的 那已经不只是破皮的程度了呀 这是直接插到肉里啦 对 很危险 那现在另外一边 边线无敌 Sandy 我死一次 我可能会死 再没关系 另外一边 抓到 中路右边 你闪现杀我的人 现在得付出代价 哎呀我就是不懂 为什么他们玩的都这么奇怪啊 你说有人出 有人在推的时候 就是 就 就看起来就是这个龙要给啊 这个熊就在上嘛 在保三地推他 是 那为什么你热棒还要在那边晃来晃去 就这个算是大方点吧 就东西就给了吧 对啊 就 感觉就是要给啦 然后你还在那边晃来晃去的 什么意思 如果这人头给掉 虽然上半部的三天是成功推进到了高地 熊也确实的cover到了 但其他路线并没有照着 这算是对位的位置吧 自己家的人的位置而去做因应 是哦 这波其实就热棒也能走上来啊 没关系啊 是 可以比如说 推掉上额塔嘛 他们可以假装走嘛 然后埋伏一下 如果好像 画面不会长这样 是是 没有给到对手压力的话 这些蹲点其实是不服效益的 夺连锁这边命中 他很急勾到三个人的夹击 但虎啸容易因为勾的关系 并没有贴上 诶 因为这波中路不在啊 消耗一波问题不大 法律师看起来大绝CD很快 30秒一个 哎呦现在 疯狂连锁啊 疯狂连结 哇 想跟谁连结就跟谁连结 K2连结专家 现在谁来就大绝一个连结 三十秒一个啊 真的快啊 这就是长得帅的好处了吗 K2 这是发育好的 他发育好CD才快 哎呦这发育就特别好了 这要再抓一次了 准备尽到六鸟 吃一个胡椒轮连锁 要踢的吗 真的也是K宝 第三组一个进场 胡椒棋是亚非利欧后一个勾 直接从后方过来 当上神龙摆尾直接踢鬼 三个CD留住K宝 K宝想要跑 但胡椒轮连锁还是天上 跟他闪现过去后 看看其他一个保护 部队阿拉西回来 半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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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搭配进场人员 乐部队想踩 所有的目标是铭子 但后面TP要来了 扎子靠着一个护盾 反正回减大大姐 一次踢在三个人面前 K2位置很远 但是芳琪的A5法还是很难打 往前进场 乐部队直接被秒了 前方杰西也被留住 三十交一个闪现往后面走 湯可奇救命啊 但没有人挡到 一个反锤 但破甲接进来 三十也躲掉 那这样子失去了只有一个中路 不过八楼 哎应该是不会掉 热部队怎么都在奇怪的位置送头啊 他是往前想要换头吗 他拿了一堆钱不做事一直送 他是玩不了啦 发育 来看一下这波 这波一开始 DZD这边打的还蛮好的 就这个有勾到之后 我只能说这个李星的P有点早 所以让这个熊火了 没有好像没有位移出来 对因为 侧底区会拉扯两段 你在他拉扯的时候 你去踢他会 第二段还没拉完 他第二段还会再拉一下 所以他是在空中备又被拉了一下 那这里看一下 小乳想杀这个李星 对 就很过分说实话 他其实后面就有个门 这边就 还好是 虽然说湯可奇没把他挡到Q啦 但是按了个日轮 所以才有办法让3D打出那个E 要不然刚刚一脚踹上去 一脚就死了 一脚就踹到摩天大龙了 这个死了就要掉巴龙了 还好 那现在最肥的还是K2 但是现在是坏消息来了 这边 反正是没有闪的 那这边K2双招都在 然后以他这个装备双招都在 灰战是无敌的 哇那 那Elfa 这里可能只能暂时的用龟的嘛 感觉他们要想打个一三一 呃 这个勒布朗 本来勒布朗的优势是能一直抓边啊 可是他送了几波已经没什么优势了 就他装备已经被反超了 你有看到吗 是他现在就是两剑打一个本来被压制 被杰西压制很惨的关 阿兹现在也两剑了 是 那这样现在勒布朗的话 这个边线的主导权没有到 这么优势的话 这个Elfa其实很难推进 这个立山主要装备有够好耶 还八成戒指 八成戒指就快等于一个大棒啊 哦 那现在这个边线 杰西想动他还不容易啊 再一发 哇中路继续 照样的这个 战术 Elfa现在很难受 没办法 中路线踩不出去啊 法洛斯太绝了 一直站在前面 但还能玩啦 我只能说还能玩 在这里有个3D 3D3D 你不觉得那里很危险吗 你怎么干走过去 开地缓速踹回来 一套把阿兹给踢走 但阿兹又踢到 哇这伤害很变态耶 终极魔剑 拿上星石啊 直接开扁 阿雄你不要再偷吃冰啦 你吃这个冰不会赢游戏啊 阿雄他想要把这个线给推光光 外边想踩到 小组没有踩到 小龙要掉了 没办法 法洛斯太痛了 这个 法洛斯会站 但是只要盯着这个亚非射 中一剑就输出不了了 哎呦 那现在 就是三龙魂了 三火龙怎么输 三火龙 就是现在 拥有到了神秘数字 有法来看一下 看起来这把应该是结束了 就看起来 我看不太到翻盘点了 因为三火龙 哇这边技能稍微都有 但这里要杀一个关 杀不掉 阿雄连大都关 阿雄就没了吧 可能他忘了他有大吧 我给忘了 可能忘了有大 这边还是玩得不错 骗了一下 小龙掉之后是巴龙局 这边又法师直接OE 他们也知道 好像也知道 那个时辰快到了 所以我一个大的 要被收回去了 但这里只有能吃吗 吃到了 问题是后续这个关跟兵女的进场 要怎么处理呢 好像伤害没有到成功 K宝跳出来想要去反打 但破甲剑在后面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发没中 法师的魔已经坚底了 怎么没人死啊 神仙打架 但还没结束啊 团战这里想钻出来吗 他可以从后面直接顶到了 瑟雷西这波一波暴打 将往前的进攻 但木根架起来 又到小安的局 前面又是四个残血 开启大决的小安 这次没办法力挽恐懒 不过拿下了一个巴龙 这波 倒下了三名成员 一换三 看一下巴龙等下怎么用了 好像还可以接受 但是这巴龙有点用不到 是 他好像是没魔了耶 他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没魔 我在想是因为这个 反而是没回补 然后就对面开巴龙 他其实还没回补过 是 他感觉有魔的话是 真的耶 串烧烤鸡耶 在那边 哦 哦 让蓝 他还没回补过啊 然后他吃个蓝来打 来打 这个蓝的回复量 并没有跑到可以一直射箭 是 因为他是来帮忙射巴龙 他没有拿来射人啊 他的破甲剑 是 哎呀 这也没射到 哎呀 这里拉了半天 又空啊 原来是他在混啊 抓到啊 K2又是你 又是你 又空了 哎呀 就是你啊 每次都是你 但没事啊 后面有场上 还是可以打的呀 哎 其实这个没魔的问题 好像 就不影响啊 只要射到一箭 感觉就没差了 对啊 这好像还好 他空了三个箭啊 还两个箭 三个箭的样子 他现在四箭装了 当然有巴龙的Elfa 走路起来都有疯啊 现在经济时间两千 带个多连头 这边面中K宝被留住 有还之刷 CC全部OE 把K宝给带走 很痛很痛 没有了K宝 有着巴龙的Elfa 还敢挺进吗 不了 不了 我没有一波看到 他用熊的大 来抵消CC 你看他跳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 就每波就是 会被CC到 都可以选择用这个大 就如果坦肯齐在旁边 我是觉得 不要用掉坦肯齐的大 就因为 因为坦肯齐的大 一定要来保AD 不然这AD玩不了 是 他说直接第三件什么 天使甲 哈哈哈 直接 玩了 直接不相信队友了 对 我觉得吞不到 我还是天使甲带着安全点 我还有 但 这个天使甲 有法整体的伤害输出 可能要再 掉一点了 掉给傑西了 出天使甲真的是 有点烂 可以利用第三件的话 伤害会太低了 是 一般都是无击 对 那这里的话现在 钱是看起来不太够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会出 就是大优势领先的时候 对面就是一波流的 然后你出个天使甲 躲一波就赢了 是 像第一场看到那种卡蜜尔加里欧的那种 对 那这里的话 那这里的话 看起来就是 队友都不搬我 那我自己出 怕点JPG啊 是 很怕这里 会被秒的 首先呀 说起来真的没有领先到很多 现在一千多块 EU法其实有机会可以再反打的 随着巴龙拿掉之后 现在三箭半 回家应该是四箭了 现在来收小龙 一直觉得EU法好像落后的原因 真的是 其实他们被抓的次数真的太多了 对 被单抓的次数 要不然其实 前面一直没注意到 现在看一下才发现 没输到两千 其实还能再打 还能玩 对 就是不能再被单抓 就是本来中路线都是K2的 但现在 就是有点快站不住的感觉 因为这波K2没闪嘛 是 那是四箭了 现在要将中路给压出去 但是感觉还是不用太担心 中了 缓速了 分开 小安怎么办 还在跑 但后面的梅根 但打残小安 其实很赚喔 K2是AB杀手 射小安特别准 但射其他人就不会中 射其他人看起来不会中 又中了又中了 那现在小土呢 踢到往前 又是拍地 我这里回去吸了一下血 小安状态是好了 但 龙区的视野是被站回来了 感觉前面是不会被站回来的 不然被白打一顿啊 又中了 小龙来了 后面有K宝 K宝 这个可以 这个拉扯拉扯的不错 是 但这样前后卫的话 这样前后卫 EU法是不是开一边就好了 开熊还是开刺 他们的开战不够强 是 那现在就看要怎么去开咯 法洛斯的闪现要好了 好了 有法将火龙给拉开 这里要尝试要拿拿看了 有家人走进来看到火龙 火龙还有四件多级想要 在后面有个TP 是直接包围往小组 用TP直接后面进场 直接要杀后排 这边并没有杀到K宝 拉了一个闪现后局 熊是直接被融化了 前方位置 Ruburon也赶紧撤退前方开解拿阿智 拿下了一个Double 要往7破 迈进一个虚弱下在小组脸上要开解 小组利用自己 往上走在前方 他可及已经被融化 小安在后面跑了 是那个诶 是Enso诶 是 勒布朗的闪现踩直接被勾诶 还是其实MVP是勒布朗 直接往那个摄影机脸上踩 直接被勾 这我们等一下说不定 会不会有 诶这个最佳第六人 我票一下这个勒布朗 我票他 诶这个环节 职业赛是没有的呀 诶 这里来看一下 中路 要来一个高地推进了 四火龙 火到负能再火 哇 四火龙怎么输 这个K2等一下一发 他就回家 第五剑掏出来 一发破假剑人没了 是我们要看一下 老三提到这个细节 我们要来确认一下了 勒布朗往前 被勾走 之前零伤害 被破摊梗基还要吞他 然后小安之破就是交闪走 哎呦 这个细节确实是非常关键的 这团战最关键的东西 马上直接抓出来 到画面回来 阿拉西被抓了 要捶吗 一个伞线躲掉的伤害 三粒 被留住了反而是三粒 三粒想要自己的技能 快把鱼套回去的 电子脉冲有通死 火龙魂 但阿兹已经站出来了 就是火龙效果 四龙威力 开始射击 K2来了 多有连手命中 看到破甲剑的伤害 要穿吗 没穿到没事 继续吐出来 一直在爆炸 这里 有法的底下 一直有火炉的特效 到最后是 有一个Double S Berjara将对手全部带走 我觉得吃了赶快吐耶 因为现在坦克 其实吃了有盾 是 他吃了吞那么久 那个雷三卓招都转好了 吐出来直接吃一套 我才刚 我进去前吃了一套 进去前吃了一套 好像是来帮对面的 你知道吗 吃完一套 他打完一套了 我把你先吞着 他一套就好了 我再放出来给他打 我再放出来给他打一套 哎呦 那这样子 有法是被全灭 对面 附火时间完全来不及见 主堡 最后一秒 我们要恭喜Borgia 在今天的比赛 要顺利的拿下 以三胜六败的成绩 前往了下一轮的赛事 好的 这EUF的话 就比较可惜 我觉得他们中间那波 拖的时间有拖住 因为我看来 他们前面 就真的是除了杰西这条性以外的 另外 其实过得都不太顺利 尤其是 其实K2的优势 其实有点大到了 在前面一开始小龙 本来有机会是由EUF 拿龙火车 变成了四个火龙 就第三条开始 盆架才开始拿 最后把龙火车全部拿走 细节出力的不好吧 是 你说EUF这 对对 EUF就整体来说 就很多细节没出力的好 是 尤其是在一波 下路交完双招 那一波还走出去 就很过分 真的很过分 是 就走出去 你看人家刷你一下你就死了 这还不过分吗 这个对线就直接没得玩了 对啊 这在rank都很过分了 那个AD应该是一直拼那个辅助很好的 开始了 要不然就刷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呐喊脸 那很遗憾了 最终的话EUF 在细节的把控还是 稍差了一点 被Bajar给抓个正找 真的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的对线上来说 就K2没有到这么肥 就中线没抢得这么凶 其实甚至EUF 有可能在前面有机会拿到龙火 那这样子其实整个火龙魂被抵消的话 伤害可能不会差到这么多 对 尤其是那就会换杰西一炮 对面就受不了了 因为三立整场看起来都是 就是 虽然都不关他的事 但是他上路压得很好 他的对线是完美的 对 他对线压的那个关40刀 还能怎么样 你还能要我怎么样 对 还要我怎样 对 关在后面 这有个团战 他出来开减 杰西也没得秀 三立就是说我来也行 你们帮我撑那么久的话 对 我如果是关 我早就跳出来 但是我是关 我出47S的时候 游戏已经结束了 那是很难过 难过难过 所以希望三立这里要 尽可能再 这个继续的撑住了 因为这个比赛还没结束 撑了很多把 但还得继续撑了 再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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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顶两个一轮 还有一轮还有九场 快了快了再顶九场 再顶九场 说不定还有机会 打基督赛说不定可以再顶更久 那这场的话就有法很可惜了 阵容上的话是有稍微被针对到了 但这个最主要的 真的还是打得比较可惜 因为对面抓的都是那种措手不及 一样是细节上的东西 跟这种被单杀的这种问题 因为本家在这场比赛的话 说起来推进的速度 没有想象中这么快 因为法洛斯的领先 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多的 对 但是他们整体的运营有点不太好 对 就整个在中期的转线过程 就是会发生一些意外 对 通常这时间他们在有优势 尤其是中路战线成功的情况下 看到一些队伍 他们会愿意去上下的一些轮转 但那种轮转 甚至可以让3D在当时的分推期 没这么顺利 但3D其实在边线的优势是大到 反而让本家来没办法往前继续的推进 就这种状况下 其实在转线的问题 本家来就还差那么一点 要来看一下输出确实 K2 4万伤害 这样 在玩ARM 看他一个人秀 其他人在旁边就是 Cover进来 保护就好了 对 擋住就够 在LFA的话就很遗憾了 虽然3D达到了 来自队内最高2万2 但很可惜的话 这些伤害最终成为了无效输出 两条的小龙结束 对LFA其实也很残念 来看一下Berjaya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MVP交给哪位选手 交给了是法洛斯1220 确实虽然色雷辛的关键一钩 是留住了勒布朗 但优势后的法洛斯 可否认的是 射的还是挺准的 一键你就回家 那这个线基本上就没得打 那小龙啊 那些基本上也都是利用他一键 慢慢把C给抢回来 一键一键的射的对面受不了了 对 别人都是什么 可能一代一代的 他是一键一键的 不得了 真的 这输出是特别的夸张的 让这个法洛斯起飞 那确实让今天第一轮的一个比赛 都告一个段落了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那就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PSG全胜了 但VUP是没有拿下 那紧接着来很快 我们也没有什么暂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没错 休息过后 我们就是第二轮的赛事咯